纵横大历史 带您探究历史真相 理解历史现在与未来 1951年10月至1952年春 韩战停战谈判第二阶段的历史 在这一时期 联合国军和共产军队的代表 在三八县附近的村庄板门殿 进行了艰难的谈判 在停战谈判的大部分议程上 达成了共识和妥协 到1952年5月为止 双方有待解决的问题 已经仅剩第四项议程 也就是看上去不怎么起眼的 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了 然而恰恰就是这个问题 成为了韩战停战谈判中 最为棘手的问题 围绕这一问题 共产极权阵营 进行了长时间的无赖式表演 并使战争继续长时间的拖延了下去 今天我们将进行第二十二讲 战俘难题上 讲述双方在战俘问题上的激烈交锋 1952年6月10日清晨 在韩国南海岸以南的小岛聚集岛上 精锐的美国第187工匠团官兵 向一处军事目标发起了攻击 进行了一次非常特殊的作战 之所以说这次作战特殊 是因为美军正在使用精锐部队 攻打由联合国军设立的第76号战俘营 而在战俘营中进行防御的 则是早已被联合国军俘获的 大批北韩战俘 这些战俘拥有刀具 长矛和燃烧瓶等武器 并聚首在他们挖好的壕沟内 正在进行一场暴动 在现代战争中 这恐怕是一幕罕见的奇景 一支军队居然要出动精锐武力 去攻打理论上已被自己解除了武装 并被关入战俘营的俘虏们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之久 美军并未开枪 而是使用手榴弹 催泪弹和刺刀步步推进 将暴乱的俘虏们一批批击败和重新俘虏 最终战俘们的暴乱被压制了下去 共有21名暴动者死亡 139名暴动者负伤 而美军方面 也有一人死于长矛之下 14人负伤 令人炸舌的是 在这次行动中 美军在第76号战俘营里 竟足足缴获了3000只长矛 4500把刀和1000枚汽油弹 这些汽油弹的原料 是战俘们用于烹饪的燃油 为什么在联合国军的战俘营里 理论上早已被解除武装的战俘们 居然后有这么多武器 掀起这么大规模的暴乱呢 在联合国军的战俘营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要明白这些问题 我们就要首先从韩战交战双方 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 开始说起了 如前所述 1951年7月26日 在开城来奉装 双方谈判代表 曾达成过五项停战谈判会议议程 分别是 一 通过会议议程 二 确定一条军事分界线 并建立非军事区 三 为实现停火与休战 做出具体安排 包括成立一个监督停火休战的机构 四 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 五 向双方有关国家政府建议事项 既对外国军队的撤出 及政治上解决的各个问题提出建议 由于第一项已随着议程的通过自动解决 双方谈判代表 便开始围绕其余四项议程展开谈判 由于双方在第二项议程上无法达成共识 停战谈判随即在1951年8月破裂 并在同年8月至10月间 两军在同年8月至10月间进行了残酷的大规模山地战 在这一轮交战中 联合国军取得了血染岭 伤心岭两次作战的胜利 而交战双方也都付出了沉重的伤亡 这样 精疲力竭的双方便在1951年10月25日 与三八县附近的村庄板门店搭建的停战谈判帐篷中 再次恢复了停战谈判 同年11月27日 双方首先就第二项议程达成共识 决定以当时的战线为两军停战分界线 1952年2月16日 双方又就争议最少的第五项议程达成共识 决定在签订停战协定 并开始生效后的三个月内 由双方分别指派代表 举行较高级的政治会议 通过谈判 解决从朝鲜撤出全部外国军队的问题 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 不过关于第三项议程的争论比较曲折 由于共产阵营方面 一直坚持将策划和操纵韩战的主谋苏联 选入监督停火休战的机构 联合国军方面则坚持停战后 双方应维持各自保有的飞机场现状 双方争执不下 最后在1952年5月2日 双方才互相妥协 各自放弃了上述要求 从而在第三项议程上达成了共识 不过在上述几项议程中出现的争议 与第四项议程即战俘问题造成的争议相比 无疑是小屋见大屋了 事实上 自双方谈判代表于1951年12月11日 首次开始关于战俘问题的交税以来 这一问题就迟迟没有进展 要明白双方争论的焦点 首先要谈一谈在当时的国际惯例中 是如何处理战俘问题的 根据世界各国于1929年签订的日内瓦公约 在战争结束 各交战国递节停战专约时 战俘的遣返应于递节合约后 在最短期间内予以执行 1945年二战结束后 由于苏联长期扣押大量德国日本战俘 进行强制劳动 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国际影响 因此 1949年签订的新版日内瓦公约 在战俘遣返的条款上有所加强 要求实际战事停止后 战俘应寄予释放并遣返 不得迟延 在韩战时期 中国北韩都并非日内瓦公约签字国 但两国在开战后 都宣布会遵守日内瓦公约 尽管美国是该公约签字国 但当时美国国会尚未批准该公约 不过 美国也在加入战争后 宣布将遵守日内瓦公约 这样以来 日内瓦公约在理论上 便是交战双方 理应遵守的原则 遣返战俘看上去 也不会成为一个太复杂的问题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 自由亚洲电台纵横大历史栏目 我是主持人孙成 从常理上来说 一个正常国家出身的战俘 当然是希望战争快点结束 从而使自己能够早点回到家乡 见到亲人的 然而 对于共产极权国家出身的战俘来说 问题却没有那么简单 在共产极权政府眼中 一个人如果在战争中被俘 就有某种辩解嫌疑 在战争中被释放的共产国家战俘 在回到本国后 往往会遭受严酷的审查 乃至残酷的政治迫害 因此 许多共产国家俘虏在战争结束后 也不愿意被遣返回国 例如 在二战结束后 就有50万到100万曾被德军俘虏 又被西方盟军收容的苏联战俘 明确表示不愿回国 为了使这些人不被送上一条绝路 西方国家在冷战爆发后 对苏联战俘采取了自愿遣返原则 最终使37.5万苏联战俘 得以避免被送回红色魔窟 这样一来 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联合国军在遣返中共 北韩战俘时就必须要坚持自愿遣返原则了 对此 杜鲁门总统在1951年10月29日曾表示 如果在停战后无条件遣返全部共军战俘 那么 共产党战俘 特别是那些自愿投降过来 给予服管人员采取合作态度的战俘 会在回家后立即遭到处决 对于共产极权国家来说 如果联合国军采取自愿遣返原则遣返战俘 而许多中共 北韩战俘又拒绝回国 无疑将会直接戳破 共产极权国家将自身打造为人间天堂的神话 出于这种猥琐的心态 共产极权阵营从围绕战俘问题的谈判一开始 便坚持着自愿遣返原则 而联合国军代表则提出 应当首先交换双方手中战俘的名单 1951年12月18日 双方交换了战俘名单 根据名单显示 联合国军手中共有俘虏 132474人 其中包括北韩战俘111774人 和中共战俘20700人 共方手中的俘虏 则共有11559人 包括3197名美国战俘 7142名韩国战俘 及1220名其余国家战俘 12月22日 共方谈判代表 北韩将领李向潮首先发难 提出联合国军交出的战俘数字 比此前美国向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 报告的人数少了44205人 然而 这44000多人 实际上 大多是此前被编入北韩军队的 大衡民国居民 在被联合国军俘获后 他们或被编入韩军 或被释放 当然不会在现有的战俘名单内 事实上 联合国军一方 远远有更强的理由 去质疑共方提供的战俘数字 因为根据联合国军 在1951年底的统计 战争进行到那时为止 已有11500名美军 和8.8万名韩军失踪了 这些数据 远远超过了 共方提供的战俘数字 那么 这些人究竟去哪了呢 另外 根据北韩方面 在战争初期的广播中 和报纸上公布的数字 北韩军仅在那时 就俘获了6.5万名韩军 因此 在12月22日的会谈中 面对李向潮的无理取闹 联合国军代表 海军上将利比 针锋相对的反问 贵方曾广播说 俘获了6.5万的俘虏 这在报纸上 也曾大肆登载 可是韩国兵俘虏 只有7142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 北韩方面 一直有将俘获的韩国人 编入其军队的习惯 因此 韩国战俘人数的巨大差额 有一部分能根据这一情况 进行解释 对于这一点 联合国军方面 事实上通过情报搜集 和审问俘虏也早已知晓了 利比将军的反驳 主要是为了回击 李向潮的无理取闹 然而 美军失踪人数 和共方公布的俘虏人数 有如此巨大的差额 却透露出了一个 令人不安的事实 这表明 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战俘 已被共军冷血的残杀 和折磨至死了 事实上 北韩军和中共军 曾将相当数量的美国战俘 杀害及虐待致死 其中 枪杀美国俘虏 是北韩军经常进行的罪恶构党 在韩战中 联合国军曾多次 在夺下北韩军阵地后 发现被成批杀害的 美国俘虏尸体 例如 在陆东江战役期间的 1950年8月17日 美军在夺回大丘附近的 一处高地时 曾在山上发现了 41具被集体枪杀的 美国战俘遗体 在联合国军攻入北韩后的 1950年10月21日 美军又曾在平壤以北的 顺川附近的一处列车隧道中 发现了66具 被机枪集体射杀的 美国战俘遗骸 以上两个例子 仅仅是冰山一角 李奇威在他的韩战回忆录中 曾这样写道 北韩军 往往在俘虏脑袋后面 补上一颗子弹 另一方面 中共军则是将大批美国战俘 在战俘营中 虐待致死的凶残杀手 尽管中共在他们编造的 抗美援朝战争史中 恬不知耻地吹嘘 说联合国军俘虏认为 任何国家的俘虏营 都不如志愿军的俘虏营好 并编造了大量虚假的 优待俘虏事迹 但真实的数据 却狠狠地抽了中共一个大耳筐 韩战期间 有38%的美国俘虏 在共产党的战俘营中死亡 这一战俘死亡率 在美国军事史上是最高的 在战俘营中 凶残至极的中共北韩看守 残忍的殴打 拒绝共产主义洗脑的俘虏 并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禁闭 不准他们吃饭喝水 由抗拒洗脑的战俘 曾被共军放置于 3.5英尺高 2英尺宽 5英尺长的狭窄禁闭室中 达8个月之久 每天被关押在其中的时间 都达到22个小时 在如此凶残的折磨和虐待下 大批战俘死去了 但绝大多数幸存者 都没有屈服于 共产党疯狂的洗脑 因此 共产极权阵营的代表 如果持续纠缠战俘数字问题 事实上只会将 他们自己犯下的罪行 暴露得更为彻底 这样 在扯皮了一个多月后 关于战俘数字的争论 变得不了了之 1952年1月2日 联合国军代表利比 提出了一项新的战俘交换方案 表示双方应该 一对一的交换俘虏 联合国军方面 则优先释放 自愿被遣送回国的俘虏 当共方手中的战俘 被释放完毕后 手中仍有多余战俘的 联合国军一方 则应根据 自愿遣返原则释放战俘 这样的计划 当然不会得到共方认可了 因此双方从第二天起 便开始了持续一个多月的激烈争吵 在此期间 为了在国际舆论上抹黑联合国军 苏联、中共、北韩三方 编造了一个极其荒唐的谎言 他们突然指控 联合国军正在进行毒气战和细菌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